Mr. 即是解先生 究竟寫的时候 Mr. 隔壁有没有一点呢? 有些人就说有 但有些人就说没有 有些人就觉得有一点好像正式一点看起来 就好像英式英文多一点 只不过翻查字典 两本字典牛津和朗文都在说同一东西 就是英国英文里面 Mr. 后面没有一点 而美国英文后面会多一点 其实只不过大家的风格不同 在英国英文里面如果这一点是可以飞 又不会造成混淆的话 我们就会飞了这一点 但是譬如如No.1 那个No 我们就不会飞一点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如果飞了一点就好像等于No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不会飞一点 顺打起来中文里面先生是一个敬称 就是说专称自己年纪比较大的人 或者是有些有学问的人 比如说算命先生 掌柜先生 教书先生等等 情况就好像我以前中文先生教下 经理就是人家叫自己 就没有人叫自己做黄经理的 比较恰当的做法就是说 小胜王是这里的经理 那些人就自然跟你握手 然后就叫你做黄经理的 不过在英文世界里面我又不是很觉得有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姓陈的叫自己做Mr.Chan 那都OK的 不过有点怪 因为很多时候都会直接用自己的全名 比如在英文世界里面 初相识的话 很多人会习惯就讲自己的全名出来 那万一我们就谈一下 比如初相识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你应该怎样去死也 有点 有点